击打一名无意伤犯不满被市议会官员取缔 不但用脚踢对方还扔小凳子 今天被控上法庭 他扶手认罪被判监禁15天罚款3500令吉 33岁被告穆罕阿米鲁3月14号晚上11点38分 在亚罗市打市中心广场摆摊的时候 遇到前来取缔的执法人员 他不断对官员叫嚣 之后还扔小凳子用脚踢对方 被告的行为抵触了刑事法典第353 使用武力阻止公务员执行任务条文 被告聆听控状之后扶手认罪 被判监禁15天以及罚款3500令吉 如果被告无法缴付罚款 需坐牢8个月代替 并非会有个讯刑人员不可欣赏 不可欣赏 不可欣赏 地坏 这一部分 不可欣赏